看看新闻吧 如果正常按照营业信念出管理条例有关规定 或将会面临一张天价的罚单 刘老根大舞台是属于本山传媒集团旗下的业务 为此我们记者也特意是致电本山传媒集团的宣传负责人吕先生进行求证 来听听吕先生是怎么说的 就是核实一下 因为昨天就是有媒体爆出说 我们那个刘老根大舞台长城旗舰店 可能就是涉嫌有一个无证经营这么一事 不知道您知道吗 这年十月然后开业的 然后到今年二月份才拿到这个营业执照 那么可能从十月到二月这三个月当中 它是设计一个无证经营 包括可能没有这个消防安全许可证 还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好像是在这么一个没有这种二证状态下进行演出的 想问一下这个事是否属实吗 就是你有听说这个事吗 我现在在外地 这些事不太了解 哦 所以您不知道这事是吧 对这事我听说 但不太不了解这个事 吕先生表示不知道 反正不管你知不知道 他说他是不知道 但记者在一番调查后发现呢 刘老根大舞台长春店是在2012年11月开始营业的 因为是旗舰点 再加上该店是品牌连锁剧场当中规模最大 硬件条件最好的剧场 所以从开业之初呢就备受关注 根据2005年9月1号起实行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有关规定 擅自设立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或者是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于取缔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一旦确认刘老根大舞台长春旗舰店涉嫌无证经营 这个处罚想必是逃不掉了